在示范单位要准备700万 这个不是都市传说 这个在2017年海船卖时 新鸿基市场为了营造一个神秘感 而做出来的验之安排 去到现在 发展商终于肯减价 而且是6折卖楼 只要你诚心想去看 诚心想了解 这个曾经高不可怕 要700万本票才能看到的贵重物业 都可以一起去看看 北白海船位于港岛北角 渣华岛133号 前身是公屋的北角村 之后就变成一个综合的发展项目 地震总柱在2012年接标 新鸿基以69亿港元投得这块地 当时的赤价是9347元 这口赤价就算摆在现在 都叫做便宜 之后发展商将这块地 交给旅园场建筑事务所设计 之后发展商先后入止了图真 第一次入止 就因为屏风效应 被当地居民强烈反对 最终就被城规会驳回了 之后改了两次 最终成为今天的模样 无可否认的是 海船在北角 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发展项目 而且地理优势都相当优越 来过地铁有点近 只要过马路 一两分钟步骤就可以去到地铁站 它是近海滨 又有自己的商场 然后有个巴士总站 又有码头 衣食住行都很方便 还要是港岛的全新楼 所以它一出场 已经是万种触目 看木连米酒店可以回来三期 住宅实际上只有两期 合共提供706个单位 而总共九座物业的前排单位 三、四房的单位 都是看到维防后景 后面的小单位 即是两房以内 就最主要看内容景 或者北角那边的楼景 在2017年第一次开售 就卖过1B期 那时发展商就要求 看楼客要准备差百万本票 才让你进去的示范单位 走一圈 最主要发展商想做25G 要客户证明自己有财务能力 才好看他的楼 而且在看楼期间是不准拍摄的 因为他要营造一个神秘检 通常那些豪宅都不是阿朱阿九 就可以上去看 而最终出来的后果是 萧晴不太理想 这个都可以见的 好小人会无端端拿七百万 cash 去看一场楼 而去到2018年 海船入伙了 发展商就调整他的策略 将整座大陆做出租 然后将看楼的本票 由七百万减到二百万 今次就不是去看示范单位 是看现楼 通常那些豪客看现楼就最喜欢 他知道实际上他真的可以买到些什么 2018年3月26日 成功招标售出三个单位 其中整个屋面最贵的物业 二座十五楼A 实用面积是1599呎 当时成交价是超过一亿 成交价是65848元 创了整个港都东区的新高 海船卖楼卖到现在七年 中间有试过封款不卖 或者卖得相当低调 翻查个纪录册 撇除了那些撇订的单位 整个屋卖卖了128家 占了全盘大概36%左右 图片是将近50亿 以免价去计算 平均赤价大概是48000到49000左右 换言之 其实它现时的卖楼收益 是不够cover买费成本的 当然它只卖了三分一 其实还有三分二在手 我相信卖到最后一定有钱赚 随主市场高开低走 而最近新地都开始砍价买楼 尤其是海船 它就用招标模式卖2D期 而发展商的意向赤价是没有透露的 不过你可以由成交纪录策 这样砍一砍 其实是砍得到的 而它的意向价 计算起车位 计算起所有优惠 它实质的劈幅 对比以前的高位 是劈了足足四成 造就了它短短两个星期 卖了12家 每间都是超过4000万的贵用物业 发展商套影的金额是超过6亿 当然买得好是有代价的 将以前平均赤价由近$500,000的水平 砍到现在剩下$33,000到$35,000之价 而且这个价还包买一个车位 如果扣走车位现时价$500,000一个 其实它单位实质上的平均赤价 应该大概$200,000到$30,000之价 即是七年价 累近单位的价值 比以前卖便宜了$2000,000 起码 这个减价的力度是比香港整体的房地产 将三成的减幅 还要多多一成 所以 以前海船真的超逆价 不过去到今时今日 $300,000多的豪宅赤价 都是非一般人可以买到的 如果你想看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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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